创造101完美落幕,19岁孟美琪C位出道,那黑夜尽头的光。 创造101在昨晚落下帷幕,由各位创始人定义的中国最强女团也由此诞生,经过四个月残酷PK,孟美琪凭借着高居不下的人系拿下C位成功出道,这个拥有顶级实力,超强团队意识的19岁女孩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不负众望实至名归。 在决赛前谁能登上C位宝座一直是热议的焦点,每日更新的实施排名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 各种风起云涌变化无常了。 山芝大哥孟美琪作为宇宙少女组合的在意成员,舞蹈实力与舞台感染力不容小觑。 没有镜头默默无闻的边缘人物到现在的C位出道,孟美琪用自己的舞台实力证明了自己,也因为山芝大哥的人格魅力也圈了一波有一波粉丝。 他是实力与美貌并聚的山芝大哥,台风超强性格暖心圈粉无数。 如果说这档综艺节目要打造出一个不仅让宅男喜爱,也让女生们不讨厌的偶像,那么孟美琪绝对是男女粉丝通吃的NOB。 在所有学员中,孟美琪是公认实力和综合素质最强的一个。 第三期的节目里,孟美琪以一个罗志祥的撑腰改编舞台迅速登上热搜榜,前半段舞昧的绝世风,后半段节奏突变还原EDM吴雪峰,全程在线的强劲舞蹈和撩人的声音让他成为当之无愧的人启王。 虽然在介绍里淡定地表示自己是山枝大哥,但美琪的性感简直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举头投足间都十足撩人,孟美琪的实力有目共睹,而人群中耀眼的人格魅力也让他圈粉无数。 在创造101的公演练习室里,孟美琪看到蒋身因为压力大自责而哭,在背后默默抱住他安慰他。 很多人质疑是节目中的刻意为之,但淘汰的妹子陈怡凡的微博回复更是说明了无论是镜头前还是在镜头前, 镜头后的孟美琪都是这样的。 在101的工作人员形容孟美琪是这样的,101个女孩子里,至少有90个是脾气她就嘴角上扬,大家都说她是自己想成为的样子,当队长很出色,会教给大家各种舞台常识,做事特别靠谱很认真。 在采访中,王菊也曾经说过孟美琪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私底下,都具备了一个偶像的气质。 也许是在韩国多年独自一人的经历所影响,身为队长的她更明白鼓励和指导对一个练习生的重要性。 在她的关键词里是责任心,仗义,有魅力。 孟美琪说她不只是想完成一个舞台,而是想自己的队友在舞台之后还留有本事。 舞台上光芒四射,十九岁山芝大哥舞台下不争不强安静低调。 在最后一次总决赛的遇到中,孟美琪也第一次落泪直言我喜欢跳舞,我不想离开舞台。 她永远是团队里负责的队长,是格外懂得照顾别人的大哥,但这一刻大家突然意识到光彩夺目的孟美琪和同龄人一样,也有脆弱和小女生的一面。 101总决赛前的一期里大家都在邮轮上大喊着自己的梦想,只有孟美琪喊出的却是老爸老妈我爱你。 着实让山芝大哥的粉丝为之心酸与心疼。 虽然大家都叫她大哥,但只有19岁她,其实和同龄人一样,在爸爸妈妈眼中还只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小女孩,但是面对镜头,面对比赛,不得不说孟美琪所呈现出的是作为一名女团队长所具备的坚定和成熟,似乎责任敢于团队意识占据了她给大家留下的印象。 。 每期101公演分组刮出来以后,各家粉丝都在调侃可以让自家孩子上山之魔鬼训练赢了,但其实孟美琪自己的压力也很大 训练队员时的辛苦和承担的压力,这些所有的委屈只能自己来承担 这个连爸爸都叫做山之大哥的女孩在别人看来格外的霸气,她永远是团队里负责的队长,是格外懂得照顾别人的大哥 在别人眼里她为人低调,从普通女孩,变成了全民偶像,在被命运改变的同时,孟美琪也在用努力和实力证明自己 从开始的第16名到现在,其实是孟美琪用实力证明了什么是逆风而行,孟美琪自己就曾说我不是那种让人第一眼看到就会,哇,的选手,可能需要慢慢了解才会喜欢吧 就像我的性格一样,比较慢热,需要一些时间 孟美琪说,能让这么多人喜欢上我,我就有能力让他们一直喜欢我 在101的花絮片段中,在孟美琪一改往日性感黄发形象,以短发亮相大拳击,可甜可酷,颜值实力并存,用牙齿撕开拳击手套迷倒一大片迷魅 她从不强气不多话,却在喧嚣中一次次不负众望 14岁就离开爸爸妈妈一个人去了一国他乡寻梦,语言不同无依无靠,一直默默无闻努力着 几年不曾回家,正是因为一个人的默默坚持练就了如今强大的气场 在韩国出道的经历,专业系统的练习也造就了她如今无论是在唱歌舞蹈还是个人管理方面都格外出色 当年凭借Vocal进入乐华娱乐,出道成零舞,这个跳舞唱歌都是A班的实力的19岁女孩梦美琪,在这个6月也终于朝着自己的梦想迈出了坚定的一步 比赛终于结束,Vocal,Dance,Rap的全能女孩梦美琪也不负众望C位出道 对于她来说比赛已经结束但成为偶像的道路才刚刚开始 19岁的花季逆风翻盘向阳而生,未来可期成名在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